oryi 大家好,紀亲你们 大家关注我YouTuber那么久 应该知道就是ет个前阵子我去韩国吧 下个月又要去韩国啰 我在韓國吃的量是比在台灣吃的韓藥非常的多 是不是很好奇我在韓國是怎麼維持我的身材的 登登登登登 全日鮮索得快 那它主要呢就是一天可以吃一到兩顆 就是依照你個人的習慣 我個人的話就是一天吃一顆就夠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一連唱我的吃播畫面 希望你們看完這支影片不會肚子餓 我很怕我這趟旅程回去就是會變超胖 這一次我就帶了它來 一定要吃飯前吃 因為才會把你一些多餘的油分 直接把它上廁所出來 今天是第一天 在韓國冬天還是要喝冰水呢 然後它的椅子是這樣 紫紫的一個膠囊 所以不用怕會苦啊 就直接吞下去就可以了 公布前我要先來吃它 它裡面總共有八大配方 主要就是正常的吃東西 不用特別去結實或是運動 你的身材可以維持在你原有的模樣 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可以正常的排便 這是蘿蔔 次早餐前呢 我要再來吃一顆 目前呢 我吃完我每一天的排便都非常的水潮 我只要回民宿 我就是很準時的就是 要上廁所 我來韓國之後真的吃太多東西了 可能一天會吃個三四餐 然後我的排便都很順暢 我們準備要先吃早午餐了 這一家我找了非常的久 到現在 目前吃下來呢 狀態都非常的好 我覺得再次體驗下來呢 我在韓國是沒有到那種 肚子會非常痛的狀態什麼之類的 我主要體重會瘦的原因是因為 它可以把你吃下肚子裡的東西 幫你吸收油脂 然後正常的排便出去 這樣子一罐呢 就是60顆 我在韓國吃飯前只要吃一顆的話 回來呢 身材依舊維持的超級好 體重也有下降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分享還有讚 那那我們下一支影片Break